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8日 滴滴出行不安心 不能安心出行 玩滴滴仔就有他份 首先你知不知道滴滴是什麼? 就是淘寶Uber 又叫做那些什麼? 打車那些 杜子河車 什麼都好 最近這間 又不能叫他楊企 又不能叫他中企 因為說是中企 他就去美國華爾街上市 說是楊企 他又是產生於中國的 所以身份都很吊詭 是竹星啊 海龜啊 紫荊啊 現在就不是紫紫荊荊 是戰戰荊荊 這裡兩面受敵 都中國整頓的滴滴 現在怎樣? 原來有一些美國的投資者 漏夜就告他上法庭 這樣說 我怎麼看啊 那些洋人 針對我們那些 中國的概念股啊 在這裡橫架指控 又打算拷取豪奪一筆 這些這樣的洋人啊 雖然 美國的法庭 就不是中國的法庭 但是啊 美國的法庭也都很應該 重判這些這樣的美國投資者的 憑什麼? 啊 你自己呢 在這裡買了別人的股票 啊 接著現在洩 就在那裡賴地牙 就是說人家怎樣啊 沒有披露到風險各樣 喂 大哥 披露了應該披露的風險了啊 人家啊 是根據你那些 不知道什麼證監啊 總之是你華爾街那些 他跟著你們華爾街那些 那些條例 披露了應該有的財務風險的啦 如果不是 又如何能夠輕易這樣啊 在美國那頭上網呢 不是上網那些叫什麼啊 Listed GoListed 那些叫什麼啊 掛牌 欸 經常上網上網啊 都對的 你上網買到的嘛 話說啦 你要找回那隻奧巴牛 奧巴豬 就是他那時候 不需要任何的審查各樣 你就可以輕鬆上市的 即是美國總統啊 不說啊 我以為他都是那些 國企其中一個股東 就是這樣的啦 同來啊 沒有對這隻黑人牙膏 有些什麼期望 期望他不要拆黑我牙牙的 哎呀 躺著也中槍 即是不關黑人牙膏事的啊 大家要明白 反而啊 即是我媽媽呢 小過啊 平常買黑人牙膏的啊 就不要以為我對 不過天大的一個方言啊 黑人牙膏裡面那隻東西呢 沒有黑色的啊 好像是真的 有些 即是讀書讀得很厲害那些呢 滿口經論那些呢 接著在說 黑人牙膏是有那些什麼呢 那些種族問題呢 你真是想兜巴蓋他兩巴 一夜夜這樣 左一巴又是右一巴 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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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有此理話啊 不是那些 對方他講不出 啊 今時今日你問啊 滴滴出行的那些股價 為什麼跌到這麼厲害呢 你問一下佩洛西 你問一下拜登 他會回答你什麼啊 嗯 一定是氣候變化史然 你家裡的狗啊 哭爛啤啤 嘩 他真是在我旁邊那裡哭啊 豈有此理 啊 你聽不聽到那些聲音啊 多分啊 不過呢 拜登都會說什麼啊 是這個氣候變遷的問題啊 哇 嚇死人啊 好啦 狗狗不要吵了 過一邊自己吃東西 回顧之前都說過 欸 千算萬算 你始終呢 啊 就算不到一些叫Political Risk 所以 一如所了 我就說過了 香港做生意呢 啊 都是 你扯戰 就扯退的咯 最近 又有一間 專門做外賣生意呢 很多人幫襯那些 突然之間 恆生銀行 啊 說不做他生意 就不做他生意的咯 說什麼政治敏感人物 就不做的咯 那你怎麼搞啊 所以啊 很牙煙的 那我不知道牽涉到多少人啦 滴滴出行那裡啊 剛剛上市 那裡呢 44億美金 44億美金 就是 300多億港幣 就成為美國IPO規模第二大的中國公司 就是大家大便間 阿里巴巴咯 那這些國企就厲害 他集資44億 但是說 他市值蒸發 就是估不到一個APP那麼大殺傷力 他的市值就蒸發了180億美金 那你會問 咦 為什麼可以蒸發這麼多的 你才務資40幾億IPO 那原因是因為 那些國企不會讓你買斷股份的嘛 所以能夠上市的那堆啊 都只不過是一小撮的股票來 那你估不到的咯 原來啊 一個APP 人家說你有國家安全的風險 咀一聲 那就可以跌到無底深淡 那自必然有很多人捱地眼的 於是乎 有一件事叫做證券集體訴訟 那針對這個滴滴 那就麻煩了 原本啊 你上市都是想著 賺回一些外快呢 跟著 竟然啊 美國那邊的投資者又要你賠一筆 你打官司那裡也不少錢啦 而同時間 我想大家拍手清慶的 原來啊 包銷商 我說過包銷商做什麼的啦 即是你上市的時候 你上市賣不完那些股票呢 包銷商是有責任啊 以那個包底價 所以啊 才有這麼多的那些 那些企業 就夠膽上市 因為有投資銀行的嘛 那算回價的時候 他們覺得這樣上市有數 而且那些包底那些啊 也都覺得啊 你平時IPO都可以賺錢啦 那現在啊 他們可以包底價再買 就再賺一賺 所以他們 都不介意包底的 但是如果你包底的時候呢 凍完之後啊 那個APP被人下架 那是什麼情況呢 我又不知道啊 即是你那單 那樣被人下架 那只是丟了個架回來的 那其實啊 又不需要過度恐慌 這些都是影響了一小撮的股票的 是不是啊 應該不會陸續有來吧 很難預測的這些東西 啊 你怎知道明天開哪一份 啊 不可以談可以數啊 啊 然後滴滴出限 啊 又可以上個APP的呢 但是其實 你美國那邊的投資者啊 都只不過是第二線 即這個是indirect laws來的 因為他們是以股東的方式 投資中國的生意啊 那你最多都是投資失效的 你買完股票跌了 你虧錢這樣說 那但是直接遭到損失的呢 啊 是哪些企業啊 啊 不是企業啊 是個人啊 你說滴滴出行呢 就是好像Uber那樣 你平時 召車各樣的 那些的士司機 啊 民生無小事啦 你想想 之前呢 這個李克強總理 才講這個地攤經濟 那你說地攤經濟的時候 你運東西啊 動貨啊 整條供應鏈 那裡啊 那個connection 是多麼龐大 而且 比得你美國上市 就是你舊東西呢 是有些價值啦 就是好像之前那隻 罪恨咖啡那樣啦 要整個business model 搞好了 無論B2B那部分 或者B2C B2B就是 B2B 啊 就是business to business 是講一些商業模式的運作 就是簡單說批發價咯 而B2C呢 就屬於一些consumer goods 一些直銷的行為了 那原本啊 已經有不知幾多個億的人 那個收入啊 是在1000人民幣以下的啦 1000人民幣 當然搬不到車啦 但是應該都還可以打滴的 啊 就是都還可以滴滴出行 加下 整個app被人下架了呢 你沒有的了 就是平時你可能啊 做些小型的 接送服務 帶路 旅行團 一早呢 已經有相熟的司機各樣 就是至少一個list啦 哦 加下一下打潮了 而跟進者 就是那些司機啊 啊 突然之間 增計出現問題 無以為生 那我們又看回美國那邊股東啊 是怎樣監人奶後啊 那他們其中那個股東那裏就說呢 註冊那個公告裏面沒有披露啊 就公司的作為 作為就是他們那些商業模式 就公司的商業模式 還有不遵守相關技術法律 所進行過的一些已知討論 哇 這麼複雜的 這句什麼來的 就是說 他沒有討論過一些問題 就是 就相關app 可能會構成這個法律風險各樣那些東西 喂 那時候 那個法律來講呢 沒有風險的嘛 突然之間 都是突然之間的 這些潛在的 你投資得的時候啊 你都要預了 他可能會有些法律細節 突然之間 那麼 捉招呢 是不是 明明是綠燈 突然變成紅燈 那麼他都不想的呢 你就粗粗地押了他 反正你那麼喜歡 跟著又老屈人家了 說人家只是模糊地討論了 這個中國在數據安全方面的那個監管機制 四個字 監人奶後 那麼 其實你投資得 你都預了的啦 越高風險越高回報 這些叫什麼 刀口舔血 既然呢 你是投資得這些企業 你應該預了 法規上的 也都存在著一個高一點的風險的嘛 那麼你沒有理由到 虧了錢的時候 突然之間 大支野走來告 我又發現呢 今時今日 不知道為什麼呢 美國的司法系統 都是出現這樣的問題 都出了事各樣的 跟著就為人家當日 寫得不夠清楚的了 又這又路 那就是怎樣呢 法例規定你是贏的 尤其是呢 他們是那些來的 因為呀 有一個集體訴訟的嘛 於是乎呢 他們可以組在一起 然後在沒有律師費底下 那些律師呢 主要幫你告 告完之後 告得成 那就收錢啦 所以呀 是不是都提告 已經成為 美國投資者 以及 美國整個社會的一個習慣來的啦 那麼當然啦 有得告又好過沒有得告的 至少呀 今時今日 你看到大支野啦 而就令到這個滴滴出行 變成開了這個 即是德國無期將軍啦 兩面 戰線 那兩面戰線之後 會遭逢到什麼的後果 歷史上就跟你說 就是一條 凡爾賽條約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